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能影 这两天全球的股市波动得是非常厉害 美国的拉斯达克指数了两天的时间 盘中的跌幅一度创下了去年9月以来的新记录 两天大跌5%左右 当然了今天收盘的时候 这个蜡指基本上把全天的跌幅差不多已经收回去了 那么一年来了 风涨的比特币两天的时间已是暴跌了将近20% 可以说这两天全球资本市场是大动荡 风声鹤唳 我一直就说全球央行大放水是万物暴涨 可以说史上各种超级泡沫正在形成当中 那么要刺破这个泡沫的话 只能是通胀的快速上行 带来的加息和收紧货币的预期 或者说这些措施开始实施 那么才能刺穿这些超级大泡沫 目前来看了泡沫破灭的时间可以说越来越近的 今天这期节目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放水通胀以及各路资产泡沫走势和刺破的话题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如果是新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 如果能订阅我的会员 对能言表示支持就更好了 也欢迎大家订购我的新书 那么纸质的和电子版的都有 PayPal和微信付款都可以 每期节目的警戒里面和留言的置点都会有介绍 有我的邮箱 大家可以通过邮箱和联系 好 言归正传 那么现在可以说全球的物价都是在风涨 随着农产品原油和大宗商品金属价格的不断上涨了 从今年开始可以说通胀的预期几乎一夜就来了 之前还在担心通缩 但是今年之后 这个通胀的话题成为全球的话题 这个推动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不断的上行 这标志着这个资金的利率 它是在上行的 可以说这对不管是上市公司和各路资产的价格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过程中 所有国家的央行都是开足了马力来印钞放水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以下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新冠病毒它的全球大流行 严重破坏了全球的生产活动和贸易活动 制约了供给 推动了商品价格的上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为了抗击疫情 各国政府对居民进行了封锁 这也进一步损害了生产活动 意味着生产将进一步下滑 供给了将进一步受到限制 第三个央行疫情爆发之后 又加足马力来印钞 那么导致了纸币的贬值 可以说通胀永远都是货币的问题 只要你货币敢超发 那么通胀物价上涨一定会到来 可以说这是一个定律 印钞放水是推动商品价格的一个核心推动力 以上的因素可以说会集中推动通胀 然后推动利率上涨 另一方面可以说当今世界应对利率上涨的能力 还是比较虚弱的 那么只要利率上涨 这些债务 对不对 这些超发的货币 如果要回农的话 那么资产价格很多就会大跌 股市楼市可以说都会死给你看的 央行大放水带来了全球债务的一个暴涨 那么国际金融研究所最新的报告就显示 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增加了24万亿美元 只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近10% 2020年全球的债务与GDP之比是激增了35%到355% 那么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水平了 这就让各债务主体 包括了政府的债务 还有企业的债务和家庭的债务 他们的赖利率冲击的能力就变得非常之差了 只要利率上行 一有风吹草动 他们的债务可能就会出问题 比如说了 美国通过本轮1.9万亿美元的救助之后了 美国政府的债务率已经接近了140% 目前拜登还计划搞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和气候投资的刺激 可以说这如果几万亿下来 那又是洪水滔天又不得了了 美国的国债可以说现在还本负息 基本上也是不堪重负了 我感觉他们压根就还不起 特别是利息可能还上都非常困难 那么当国债收益率在通胀的刺激下不断的上涨 特别是如果涨到了1.5%到1.75%左右 涨到了这样一个水平 他们的还利息的能力就很差了 美国每年的税务收入基本上也就是3万亿美元 那么如果涨到这个国债收益率的水平1.5% 那么他每年要还多少钱的利息了 3000多亿 基本上财政收入的10%可以说 所以面对滚滚而来的利息账单 除了债务违约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不仅是拜登 所有高债务的政府企业和家庭 立即就会陷入绝境 所以利率它的涨势一旦开启之后 资产价格的市场就必然会承受压力 并且开始静悄悄的掉头向下了 资产价格要下行了 那么只有流动性枯竭之后 可以说才会加速度向下 那么那才是资产价格下跌的治安时刻 那么再次要说明一下 瘟疫的全球大流行过程中 它的大放水和次贷危机之后的大放水 这两个放水看起来是差不多 其实截然不同 它的影响不一样的主要 那么次贷危机之后 各国央行大放水 它并没有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根源在于当时美国的债务 还算是比较健康 因为奥巴马离任的时候 美国政府的债务率是不到104%的 而现在已经到了140%可以说 那么当时美元的价值还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不会明显刺激本国的通胀水平 你也可以继续维持经济的全球化 而大量价格低零商品的进口 同时输出美元 已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让美国保持低通胀的环境 我们知道美国主要是从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进口大量的廉价的工业品 对不对 那么他自己不生产 从别的国家进口廉价的工业品的话 他可以压低本国的物价水平 就可以压制通胀 其实这是美国从次贷危机以来 超发了这么多货币 但是美国的物价没有怎么大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非美国家 他也获得了美元储备之后 他也可以用这些美元来稳定自己的货币 进一步就可以稳定本国的通胀水平 所以这一时期的全球通胀在总体上它是温和的 但是到了特朗普时期了 他也是极力稳定中东的局势 同时了又极力要刺激美国的页岩油的生产 那么这就可以最大限度的稳定美国的油价来稳定美国的通胀水平 可以说油价是通胀之末 基本上每一轮通胀主要的推动力 我觉得就是能源的价格 因为它属于基础的商品 只要能源的价格上涨 可以说衣食住用型全部都要上涨 主要是石油这个能源石油电力 对不对 但是今天美国的债务率已经低近了140% 如果继续推动全球化的话 也就是美国继续扩大进口来输出美元 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可以说将会继续扩大 财政赤色将会恶化 政府债务率就会进入螺旋式上升的一个轨道 将严重恶化美国的通胀 那么这对于美国将是彻底的灾难大片 这个时候压制贸易逆差可以说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再加上美元的信用水平已经远低于次贷危机之后 那么这就会进一步刺激美国本土和全球的通胀水平 美国要压缩贸易逆差的话 大家想想他要少进口那些廉价的工艺品 对不对 更多自己生产 那么他国内的物价肯定要上涨了 这就助推了这个通胀水平 次贷危机可以说仅仅是金融体系的危机 通过央行印钞来解决金融体系内在的问题 那么通过这种办法来应对当时的危机 而全球的商品生产体系当时是没有说的破坏的 甚至在中国4万亿的刺激之下 全球商品生产还出现了一个高速度的扩张 那么这就稳定了全球的通胀水平 但是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和次贷危机就决然不同 因为这一次它严重破坏了全球的产业链 破坏了全球所有产业的一个生产水平 因为病毒很多工厂停工对不对 很多矿山矿产也是停工 所以导致它的供给会减少了 这样又进一步助推了全球的通胀 再叠加央行的放水 可以说对通胀就形成了更强大的一个刺激 我们看看各路资产疯狂的上涨就知道 比特币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是讲过 一年的时间就上涨了1300% 虽然这两天大幅度的回调了近20% 但是可以说和过去一年的涨幅是没法比的 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央行通胀放水的原因 比特币之后美国的科技股被视为第二大泡沫 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走势 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是高度的相似 反正上次互联网泡沫之后 可以说绝大多数科技公司基本上都死了 泡沫破灭亚马逊苹果赖飞英特尔等巨头是无一幸免了 最多的甚至跌去了九成的市值 那么到了2002年底 50%的网络公司已经消失了 72%的股价低于IPO的价格 而到了2019年底只剩下61家是仍然是存在的 那么程序率仅仅只有6.8% 这就意味着93.2%的企业都已经死了 所以大家看看那一波互联网泡沫破灭 它的杀伤力有多大 那么这两天随着疫情的恢复和通胀的上升 货币收进的预期也是越来越近了 调整的最厉害的也是科技股 大家看一下苹果特斯拉亚马逊 对不对都是大幅度的回调 当然我认为这波回调了 可能它只是开始试水 它不是真正的终极大调整 那么成功预测过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 叫末日博士 他就预测在2021年4月份 会出现每股暴跌40%的大崩溃 每股总市值和GDP的比值 可以说安全的比值是多少了 是60%以下 比值超过120% 它就属于高风险的级别 目前来看它的数值已经达到了191.9% 不但高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159% 更是高于2008年经济危机时候的66.7% 比如说这两个指标 可以看出每股的泡沫是非常严重的 目前标普指数它的市盈率是40.93 它虽然比不上2009年5月的标普最高的市盈率 是123.7 但是这个数值可以说 比过去140年标普市盈率它的均值 就是15.87 和它的中位数14.83 要高了一倍左右 从标普市盈率来看 美股确实有点虚高 但是可以说还远没有到达最高点 今年4到6月份可能才是高点 那个时候美股可能将会更加危险 那么根据废雪公式 随着经济从复苏步入过热的时期 货币的流通的速度 它会越来越快 那么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经济复苏到过热以后 商品的活动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加速货币的流通 大家有工作了 手上有钱了 消费都会加速了 对不对 货币的流通就加快了 那么如果货币总量它不缩减的话 商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那么商品的价格 它必然会上涨的 因为它这是一个公式 大家可以查一下 废雪公式 如果放任不管 那么后面很可能 就会步入恶性通胀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央行可能 它怎么可能不加息 对不对 肯定是不可能的 不加息 这个恶性通胀来了的话 你哪国都扛不住的 这是要摧毁政权的事情 特别是 如果通胀上升到2%的水平 加息缩表收缩货币总量 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你不想干也得干 美联储加息收紧货币 大概率就是刺破全球资产泡沫的时候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 美联储什么时候才会加息呢 那么按以往美联储的尿性 可以说 他们一直在说 要等到经济完全恢复的时候 再加息 2023年之后才加息 这是美联储一直的说法 让大家放心 对不对 说我不会加息的 你们股市楼市安心的大涨 经济安心的恢复 这两年是不加息的 而高盛给去的预测的是 2025年加息 但是我个人认为 大概率这种加息会提前的 华尔街可以说最怕的就是加息 我看目前的美国的通胀的速度 可以说绝对是等不到2023年 或者2025年的 可能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我觉得就差不多要开始缩表退出 QE和加息了 美联储它之所以一直遮遮掩掩掩 还是为了稳定军心 如果美联储它释放出要加息的信号 可以说股市楼市 特别是股市 马上可以说就会崩给你看 我们知道2018年美联储要彻底退出QE 开始加息缩表的时候 市场是出现了暴跌的 那次调整的幅度是不小的 除了比特币 美股 我们看一下像铜 铁矿石 石油 粮食等等一些大宗商品期货的走势 可以说很多都是创了10年以来的新高 拜登的政策 他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可能也会加剧中东的动荡 也在给通胀在点火 因为中东是石油库可以说 对全球的原油供给体系 将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同时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已经严重打击了美国的业业油的生产 导致产量下滑 而拜登可以说已经开始颁布行政命令 来限制业业油的发展 将进一步压制供给 推动油价的上涨 那么这些因素可以说 都将给国际原油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而原油价格的上涨 将会刺激全球所有国家的通胀水平 可以说石油是通胀之母 只要石油涨价 其他的商品 没得说都会跟着涨 原油是所有商品成本中 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原油价格上涨 那么烂印钞票 再加上所有产业的生产活动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 都受到了持续的一个损害 那么这就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供给的体系 那么这就是万物价格暴涨的源头 从田边的大葱到粮食到金银 铜原油铁矿石 全部都会上涨 而且这种涨势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现在不要匆匆忙忙来判断各种顶 可以说那是比较傻的办法 我觉得今年这些大众商品会涨疯的 那么预计原油农产品食品 金银等等最终都有可能出现 逼空性质的一个上涨 黄金价格是一个止路的灯台 那么既然金价已经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今年可以说多数的大众商品的价格 都有希望创出历史的新高 所以上述综合因素就表明了 今天与次代危机之后的局势 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通胀不断加速的一个时代 全球各负债主体的债务率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当通胀带动利率形成涨势之后 那么高债务的负债主体 它就只能加速度违约了 对不对 本身负债很多自己都还不起 你现在把它的利率提高了 那么还的利息就更多 那么他们除了违约 很多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会在各国的银行体系内 就积累金融的坏账 当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被耗尽之后 可以说资产价格的下跌的速度 就会加快 那么一地鸡毛的时候也就到了 这将是资产价格下跌的一个最后阶段 所以大家看这个时间点 只要关注石油的走势就可以了 如果石油上涨到80美元一桶 或者100美元一桶 那没得说这个时间基本上就快到了 通胀不断深入 它会推动利率的不断上涨 而利率每上涨一分 那么在各国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高企的今天 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会下降一分 所以未来就是高通胀 低增胀的一个时候 可以说就是智障 这就是妥妥的 大家老老实实去想办法抵御通货膨胀 才是唯一的办法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